好 我們議員同仁還有人要發 那我們陳明健 陳議員 謝謝主席 大家下午好 有關我們區讀轉印站這一部分 是不是要興建 我想 與我們市府自己還是考量多方面 但是這個重要點 還是要跟市府來說明擺一下 因為過去台鐵 等了惡劣車的車種 還沒有提升之前 要東往我們 花東的不管是我們本市 也好跟我們鄰近的 瑞芳跟萬里的也好 過去都是在我們不是巴督站 要不然就是在瑞芳站 來乘坐我們的一個台鐵 但是自從我們花東正列了 一個普悠瑪跟我們太魯格之後 因為我們瑞芳跟巴督站的 一個鐵部的設施 這個列車只能 停靠到我們七獨 跟松山 而我們瑞芳站 瑞芳地區的跟一些我們本市 甚至於我們 新北市萬里這邊的 必須要乘坐台鐵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通往七獨 要不然甚至就到松山了 所以相信之下 我們七獨這個轉印站 不只對我們基隆市的市民 要乘坐跟我們台鐵 銜接這部分 有其必要性的相關聯之外 甚至於我們萬里地區跟瑞芳地區很多的地方 都必須要到我們七獨站 來乘坐 所以七獨轉印站這部分的一個 轉印站的一個 新設的話 對我們 對它這個路線 應該是朝輻射線的 不管是到我們中人區也好 軟軟跟安樂 甚至於我們七獨區的 也好我想 對我們乘坐的 這些市民的一個權利 我想市府 應該也必須要考慮到以上的建立 謝謝 好我們謝謝陳明健保貴一見 我們議員同仁還沒有人 好我們請曾請議員 謝謝議長 關於這個轉印站 我不知道我們交理處的一個評估的說法 本席看來實在不可思議啊 先前的一個市政的一個政策延續下來 到你手上都變成暫緩不就是割勢不就是放棄 我不知道你的思維是如何 那是不是也讓我覺得懷疑是說 因為我們林市長有這個意思 而你來執行 所以這點會造成大家對我們林市長的很大的一個誤解 與偏見 認為前朝的任何這些政策的案子 到你手上 所謂交通公共建設部分 你都全部擱置 不就是暫緩 所以不可思議的 不知道你的心態是怎樣 那再就這個企圖轉印站來看講 我們早上張議員也講得很清楚 已經快到所謂的 所謂這個跟VOT的一些簽約的一個進度了 到你手上今天完全是暫緩執行 難怪我們張議員會氣得要火冒散仗的 那再說你說企圖轉印站 現在沒有業者願意來 其實任何的公共建設是要你有政府公部門先見 後面才有所謂的相對的一些經濟效益 產業效益才會進來 你不能說等到今天 所有東西都在那邊等你來 那何必要你呢 所以想起來政府是一個帶頭的火車頭 而不能說萬事具備的時候才需要你 就是因為萬事不具備 需要政府來所謂開拓 你說企圖轉印站有沒有需要 有需要 為什麼企圖轉印站是我們所有的火車往東發車的一個起點站 未來我們的轉印站勢必需要 東部人到基隆來 他要在這邊下車做一個客運的轉印 或者說我們台北人到這邊做一個客運的轉印 尤其必要性 不能因為你的片面的解釋說 有12家客運業者只有3家願意來 二人你就放棄 假設你今天把轉印站做好 我想所有業者都願意進來 正像我們南港轉印站一樣 南港轉印站也不是起點啊 它也不是個過路 也不過是個過路點站而已啊 那可是今天 南港因為三點共構的一個起點在那邊 但是今天的所謂的像看到 未來火車這個所謂的發展的性 特性 而把這個轉印站住在南港做一個轉印站 但是後面呢帶來什麼效應 所謂的商業效應 經濟效應 產業效應 都一貫而來的 假設你今天七度 你放棄了 讓我們基隆又延續了 未來的發展的數十年 我想這一點 在我們林市長你的政策應該 應該不樂見於此讓我們基隆 所謂的城市發展的 緣環的腳步存在 好 再講第二個 我們邁進的轉印站 我想邁進轉印站 這個是屬於第一級的轉印站 有其更其有其必要性 那這邊的報告非常清楚 第一級的轉印站 它的功能非常的強大 它也就近於我們安樂區的 一個所謂的商業點的臨近 它更能帶動整個所謂安樂社區的 整個商業的契機跟未來發展 再說後面又有一個所謂的 科技研究的預定在那邊 假設今天你把這個積極的 把這個轉印站 來讓它呈現出來 建置起來 我想這整個帶動我們整個安樂區 所謂的東區的這個部分的 一個發展點的一個契機 那今天你又暫緩了 在報紙上曾經說 你是為了一個所謂的私人的土地 642.4平方公尺你放棄了 請問624.4平方公尺需要多少錢 你需要多少錢 你告訴我一聲 我們的五億的所謂的新億國小的 這個所謂的地下停車場 我們都讓議會 讓市政府來指引編預算 難道這642.4平方公尺的預算 我們議會不通過嗎 你卻如此的把它擱置下來 實在想不通 你是在未來基隆發展的 還是為基隆來擦屁股的 要擦屁股要擦到 剛剛你也擦得漂漂亮亮的 所以這一點呢 我相信 林市長應該心裡要有數 這兩筆的公共建設 對基隆的發展是非常有願景的 也可以帶動我們基隆 往前所謂發展的進步的腳步 假如你把這兩個所謂公共建設 一個企圖轉運站 一個賣金轉運站 放棄的話 真的是你市長的是一大敗筆 所以在這一點 希望待會兒 我想聽聽林市長 你的對這兩個轉運站的看法如何 往前走 來請我們理事長答覆一下 642.4平方公共 到底要多少錢的預算 因為這個轉運站裡面 賣金轉運站幾乎都是國有地 國有地的無償博用 或是程序來講 應該不是有問題的 而就你單單為這個市人 642.4平方公尺 你卻放棄 所以讓本行人不能理解 你的作為在哪裡 所以以上兩點 待會請林市長還有我們理事長 給我們答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我們秦政秦議員 我們議員同仁 如果沒有的話 張方麗 張議員 謝謝議長 七堂這個客運這個轉運 這個政策到底是我們前市長 我們張市長他是草率的一個政策 還是很多事情都沒有經過詳細的評估 來做這個決定 那現在他本來是105年5月上旬 就要採OT的促餐法 臨時喊咖 那這樣子的話 很多市民他們所期待的就會覺得 到底我們的政府做事情是有延續性 或者是有政黨的一個考量 這個是我個人也滿質疑的 其實這個七堂區 這個客運接駁這個轉運站 非常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前哨 前哨的一個作業 如果你這樣的一個政策做好的話 將來基隆的發展 就要從七堂開始 因為七堂是如同我比喻是 像是一個插頭 你要插上去 這個墊才會 才會沿到別的地方 你如果這個插頭沒有插上去的話 那你永遠沒有辦法接墊 所以我個人是建議 我們市政府還是要延續 趕快再做檢討 到底是為何 我們沒有辦法來實現這個諾言 這個也是政府對市民的一個承諾 我相信很多市民都非常的期待 因為將來很有可能 我們的火車站可能會移到七堂區區 因為從七堂從八堂到我們基隆火車站 這個最後的港溪街這邊 這一段等於是一個盲場 可有可無 可有可無 那你如果是在七堂的轉運站 你做得非常好 你的疏通都非常的順暢 那老百姓就會覺得 把火車站移到七堂是可行的 那你如果把火車站移到七堂 你將來這一塊土地 這一大片的土地 你要來實用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為接下來你還有很多很多的 需要土地的一個政策 所以我希望我們市政府還是要 真的要深思熟慮啊 這個案子 要趕快再重新再做評估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張范麗 張茵 我們 很難先回共 你不要再說 我們現在請市長 是不是能夠答覆一下我們議員的請求 好 謝謝議長 各位議員先進大家的指教 我想兩個部分 我先針對七堂轉運站的部分 來做說明 第一個這個案子 是從民國一百年十二月的時候 就開始在討論評估 那它有涉及兩塊基地 也就是七號跟八號的一個基地 八號的基地呢 是屬於商業區 也就是比較靠近火車站的這個地點 那這是一個關鍵 那在過程裡面呢 其實當初張前市長 他怎麼樣做政策的一個考慮 說實在我也沒有辦法去了解 那但是在整個行政的程序上 市政府的這個角度 還是照原本的這個計畫 繼續來推進 那推進的過程裡面 也跟這個財政部來申請相關的一個經費 來辦理所謂的BOT的前置的作業 不過這個前置的作業辦到後期呢 由於土地的問題沒有解決 所以這個財政部要求先把這個案子 也就是所謂的前置作業的這個評估的案子 先把它這個結束 因為BOT它必須先有一個前置的一個規劃的一個案子 那這是有時間的 一年以內要完成 得延長一年最多兩年 所以這個是中央的一個預算 那你沒有執行的話 他到最後他必須要收回去 那這個案子最重要的一個癥結點是在哪裡 是土地 每一個BOT案它的前面有一個前提 就是土地的問題必須先解決 那這一塊呢 土地的問題有涉及兩個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 國有財產署所擁有的土地 這個是商業區比較靠近火車站 我們市政府的土地呢 是停車場用地比較遠 在旁邊 所以當初一直到後來我接任的時候呢 曾經提出不同的一個構想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我還沒有上任之前 聽說是提出跟國有財產署換地 換地就是說交換啦 那我們要來用那個商業區這邊的土地 要來做所謂的BOT的這個案子 但是後來呢 國有財產署這個沒有同意 第二個後來因為沒有同意呢 他不同意交換 所以市政府後來提出另外一個想法 就好不然我們合作一起來開發 這個構想 這個構想呢 那這個構想呢 國有財產署也不同意 那他們 唯一他們希望的就是說 希望我們金融市政府呢 編列預算 辦理有償的波用 這一塊商業區的土地呢 出估至少要6.7億 來辦理有償的波用 那所以呢 現在後來因為這樣子 所以之前我們交流處也曾經 開過一個協調會 那也有請這個蔡副議長 還有我們張肯慧議員 其實也有到場 那非常尊重議員跟地方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居然土地的一個取得有困難 那我們在短期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能夠先批建為臨時的 平面的停車場 那這個也是在104年6月的時候 我們市府喊給國有財產署 請他同意讓我們先批建為臨時的一個停車場 來使用 國有財產署在104年的10月 同意市政府的一個請求 所以我們開始把它批建為臨時的停車場 現在也供市民臨時停車的一個使用 所以我要跟張議員跟各位做報告 其實並不是市政府把它這個案子所謂停掉 而是說在行政的程序上 之前跟國有財產署所爭取的那一筆 前置的所謂的BOT的前置的作業 那因為推動了時程的關係 因為它有時效的一個因素 它要求市政府那個案子先停掉 待土地的問題解決之後 再進一步來推動 我想這是七堵轉運站的一個大概的狀況 第二個是賣金轉運站 我想在報告裡面的第六頁跟 對不起 第六頁跟第七頁 其實賣金轉運站並沒有停止 賣金轉運站其實它正在持續推動當中 而且進度的部分算是還蠻順利的 它有幾個部分呢 第一個還是一樣 這個不管是BOT案還是ROT案 BOT案它土地的取得一定是前面的一個要件 這邊的土地總共有37筆 總共有37筆 那它有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公有土地遭到占用的部分 這部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正在進行訴訟當中 那訴訟完畢之後呢 有訴訟的一個判決的 法院的判決的結果 就可以針對公有土地遭到占用的部分 來做進一步的一個處理 那第二部分是屬於公有土地 並無占用情形 無占用的部分 這部分呢總共有24筆 是27625.45平方米 這部分呢我們市政府已經積極的在 辦理博用的一個程序當中 那接下來應該是由地震處來辦理博用的 一個相關的這些工作 第三個呢是私有土地的部分 私有的土地的部分只有兩筆 就是37筆裡面只有兩筆 那面積總共是642.4平方公尺 那這部分未來我們市政府 要進一步推動這個賣金轉運站的時候 我們會來編列預算 來做這個私有土地的一個 徵收補償的一個作業 我想這兩個案其實都沒有停 但是它現在分別處於不同的一個階段 所以以上做跟大家做完整的一個說明跟報告 謝謝 好 我們張總會張議員 謝謝主席啊 其實啊剛才聽了市長你的報告 其實我想啊 為什麼 那個轉運站 尤其啊 基本是瞭解啊 尤其我從 十五屆開始啊 九十一年開始就是追這個案子 曾經跑到樹林站去照相回來 他的亂象 然後建議給我們已故啊 喜賢市長 建議他 要早做規劃 就我期待了 十幾年了 當初曾如我們張前議長所講的 七肚七這個轉運站是非常重要 一個是中繼站 一個是中繼站 當初因為就是西部的幹線 因為有南港專案 南港的專案 遷移到我們基隆市的五肚 才有台鐵的土地的回饋 告台鐵的土地回饋 所以才有七級重劃 七級重劃 剛才市長講的那個 那個地啊 那一塊地啊 原本是台鐵的 原本是台鐵的 郊遊 我相信杜澳處應該也很清楚 郊遊財政署 國有財產署 所以當初一直在簽 一直在推渡這個案子 包括到最後面 基本是因為資料 今天我是沒帶來 他們都已經同意了 結果剛才啊 市長你講的六點幾億啊 我想這個啊 地方上的重要啊 你應該這個 架構也要去把它買起來 因為怎麼樣 未來這個地啊 非常重要 為什麼市長啊 這個地是很重要 未來 不管你有沒有再連任 這塊地啊 可以做為很好的應用 包括多功能的 多功能的使用方法 包括你交體處啊 藏花處啊 這個你們市長在講的啊 很多的旅客啊 你怎麼去拉啊 你可以從金九分那邊啊 直接拉過來 台北那邊 現在以後未來的海科館 海洋生態館 人家高鐵直接做普悠馬 甚至於做自強號 在七土下車 你這個轉運站就接駁到那邊去 甚至於我們各區的 要來七土區的 也接有你的轉運站 所以啊 李處長啊 你責任是很大呢 你要好好的研究呢 不是像蘇姆公的變來變去喔 我知道你很認真想做事情啊 不過你相關的資料 包括 你的這個案子的來龍氣貌 包括國有財產署 他們的同意還什麼時候開會 誰結議的 你把它準備好 分析啊 種資金的時候 在之前的話 你要先給我看一下 先交給我 這個資料你要準備好 到底這整個來龍氣脈 你應該有 你不要只有光你上任的 去執行你這一段啊 這樣是不對的啊 成如我們本位的同仁講啊 不管是全朝 執政總是有延續性的 不要讓我們再苦等十四年吧 對不對 市長 我希望不要那麼久 這個案子啊 到底 那個財政處啊 議長財政處要報告 這個案子到底土地 是要解決的情形怎麼樣啊 也不知道 我們討論了半天 到底誰對誰是 都不知道 所以財政處你要報告 到底 國有財產署它是什麼 有沒有同意函 甚至於說 要我們來架構 有沒有政治的公函啊 這個你們要說清楚啊 不是要糊通糊通這樣帶過去啊 所以說我請你們說清楚啊 好 我們現在 請財政處 我們翁處長 謝謝議長 謝謝各位議員 不是 我僅能就這個七毒轉運站喔 這個 促參案件它申請的 期程 大概做一個報告 它是在 103年1月的時候 那個財政部有核定喔 七毒轉運 基隆市七毒轉運站民間自體BOT案前置作業計畫 還有補助我們這個經費 因為它是民間自體 可是那個時候 它的全署喔 因為那時候不是剛那個重化完嘛 那全署原來它都是鐵路局的土地 所以民間自體它都一直往 室友跟鐵路局方面 那後來因為它是商業區 那就變成要歸給國有財產署 所以我們等到八月份 國有財產署才正式接了這筆土地 然後我們才到103年8月以後 我們交旅處才能繼續再跟國有財產署裡面再開會 那國有財產署就說 這是他們的土地 所以它要審這個計畫 要不然就是像剛才市長講的那幾個方案 那一直談不妥 所以處參司在104年的時候 他說你們已經申請延期了 可是我看這個你們那個土地全署還沒有確定 你看看是國有財產署要來審這個VOT案 還是說你們要架構 這個全部的都還沒有確定 然後那個前置作業的時程會過了 所以處參司司長在我們的起案 輔導作業裡面才建議說 那我們暫時先把這個案先停 得到你們的作業有一個確定的基礎 那個土地到底是誰來處理 然後這個時候再重新提案 所以我們才會把這個案子 寫給先行撤銷 以上報告 好我們現在請張方力張議員 楊秀玉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那這個比較簡單 那這個比較簡單 那都是公務門 那牌子插插的都自己的 所以這都可以說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國有財產署 沒關係我們幫他架構 你說六月外 我們就逐年編預算 看是要扁二十年給他 反正我們要走 既然七走不去嘛 我們既然七走不去啊 對不對 所以這十年可以說 如果是這個土地的問題 我是覺得比較簡單 只要我們說要給他買嘛 買我也要錢給他 這是我們現在比較不方便 我就逐年 銀行也有給他貸款對不對 我們就逐年編預算給他嘛 我是覺得我們要朝這個方向 謝謝 好 寶貴一見 我們楊秀逸 楊議員 我們請政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是不是請議長 你做成一個決議 請市政府是配合我們 中央出參的這個政策步調 繼續推動這個七度 這個轉運的建設計畫 謝謝 好 我們請政請議員 謝謝 既然剛剛聽了我們市長的說明之後 發覺到其實七度轉運站的處理方式 也是很簡單的一件回事 因為現在從中央到地方 都是我們民進黨在執政的 我想可以重啟所謂商談的機會 所以請林市長可別重啟 跟國有參選組商談 架構也好 或是合作也好 我想這個腳步我們不能停止在那個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我也希望說 我們林市長能把這個七度轉運站的一個 未來的發展的期程 很明確的能列出來 讓我們基雄市所有的市民知道 我們林市長一個重大政策擺在那個地方 我想這是對市民的一個交代 一個交代 所以希望待會兒請林市長也說明 你對於七度轉運站的期程 你預定 在什麼時候可以來定案 做計畫 做呈現 我想這三個步驟請你來說明一下 第二個 邁進轉運站剛才我問了說 請問說642點是比方要多少錢 待會兒請林市長你說明一下 就這兩筆的錢 兩筆的土地的錢 不是很大 前面的國有土地要拨用 然後所有公有土地被佔用部分 也在審理期 在司法審理程序中 我想這頭有個時間性可以拿捏得出的過程 我想這一點也希望 我們林市長這邊能宣誓 在這個邁進轉運站的這個期程上 你預定他在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你剛才那個三個步驟 你來說明一下 讓我們金融市民知道 我們林市長有兩項的交通的重大公共建設 讓大家對你豎起目指 這本期的建議謝謝 好 我們謝謝秦曾 秦議員 好 我們請交易處處長 不 待會兒 梗輝你好不好講 好 梗輝講完 我們再 謝謝主席 我們贊成我們剛才我們張前議長所講 因為這塊土地啊 假設都是說國有財產主場賣出去的話 我們要怎麼推的 都機會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理念啦 編列預算 逐年來編都沒關係 因為畢竟啊 機關與機關啊 好講事啊 不是對民間的 所以這個啊 國有財產主義 也是啊 也是戰戰兢兢的啊 準備把它出賣出去啊 所以啊 所以說賣掉賣掉賣土地啊 所以說 市長啊 我們改變要改變 這塊地是我們的整個 企圖去發展的一個種地啊 先把它架構起來 我是結議 等一下請我們那個議長到時候在結議的時候啊 能夠把它加進去啊 我們現在請 李處長 來答覆我們議員的問題 請議長好 那各位議長好 那針對那個 請去做提示的啊 這個我們現在出購 這個642.4平方公尺 公告地價是差不多800萬左右 那整個市價 但是現在要依照市價去做證送 我們估計應該超過接近超過2000萬左右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的佔顧 那詳細估算還要再去整個去顧 那整個地來講的話 我們現在是有積極的在辦理 但是後面的話就是包括這個的 是要協議架構還是要徵收補償 這個這個旗程不好不好抓 那另外就是剛才 楊修宜楊一座有提示啊 事實上我們後續的這個啊 就包括那個企圖轉移站也一樣 事實上我們現在是做臨時警察場 但是後續我們啟動這個BOT的作業的話 我們要先起案子 因為那個現在出產法規定 一定要做可行性的評估以後 才可以往下走 他因為之前中央政府 他認為很多地方政府全部都拿去BOT 那認為這個會有福利財團還是這樣 所以他的前置作業他要求嚴格說 你要先做可行性評估 不要假進出產民意 然後把一些國有的財產去做一些處理 所以他要希望說一定要做可行性評估 這部分我們會來積極的辦理 那就是說我們會先跟助餐室那邊去申請這個評估 那他是不是可以做作為一個BOT的案子 那這部分我們會來進行以上 好 我們張景天 張議員 謝謝主席 剛剛處長講 612點差不多200平 200平你說800萬其實一平才4萬 麥金路的土地建設 我剛才聽取消報告 其實我們掌控得很好 第一條跟第二條輸送應該剩一號而已 第二條戰友的部分應該也能改過來 因為這將近高情平的土地 所以當初民國九十二年 我的運送 第一條我們的副市長 我當初這九個不是公共公用事業用地 交通用地 當初我建議是要去市政大樓 他說那個山沒地要太嚇 太嚇沒關係我們土地 因為現在這是國有要給我們 我們應該把這兩百幾平的八百萬 拜託市長 或是要追加一個預算 或是明年快去辯論 把這個土地很完整處定 沒有八九千平很難得 既然有這麼好的土地可以處定 我們的進度還這麼順利先處定 將來這個地方要利用 當然如果你說做一區的保養場 我相信困難當然 因為山沒地要開發 那九千平要開發的費用 不是休止 也不是休止 所以可能你可以做一個檢疫的 這個檢疫三期的可能比較有可能 那前面要開發 我相信八百幾萬先辯論才說 這樣我們把這個不條件的九千平 可以順利處理將來的運作 可能會比較順利 所以希望市長 明年多的預算快辯論 好 我們議員同仁 他們需要我們請曾請議員 好 我再補充問一下 既然說這個八百多萬 我想這裡我們莊嚴講的 這非常的順利的 前面這些國有土地可以取得 那我希望說在這個 今年度假最佳醫生也來不及了 在明年度希望市長能把這筆經費 能編入進去 早點取得土地 避免它的在這物價上漲 土地的這個成本又增加 早買早好 也是我們的室友財產 也不是出任何人的 好 那麼便宜的這個地 然後中央又要配合後面的這些國有地 來配合我們做公共建設 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時間跟契機我們要抓住 我希望說在明年看得到預算 然後後面你才能跟國有地拨來的時候 才有時候我已經取得了 你才有立場跟他講 不然國有地說 還有兩百多坪的土地 你沒有取得了 你怎麼來跟我談這個 所謂的這個建設案呢 所以說我們應該先把私有土地 我們先利用機會抓到時間點 趕快把它取得 第二個 七土的這一塊的土地 個人也認為剛剛思考一下 也應該我們趕快把它架構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塊基地 6.2億 將來基隆市會增值的 會增值的 絕對不會去虧錢的 所以說你今天假設我們 不積極地向國有土地去架構這6.2億 用那6.2億架構這土地的話 將來它賣給私人的話 我想完蛋了 我們更難談 也許那是要上百億的這個架構 才能取得這個土地 那整個我們的公共建設等於說泡糖了 所以本席的建議 希望七土這一塊 我們也要籌籌經費 逐年變略 來跟國有參與談 逐年的付款 來把它架構下來 那所以賣進入這一塊 只有八百多萬 也盡快地在明年度看到預算 我們把它先架構起來 這本席的建議 謝謝 好 我們沿途呢 還有沒有人要發言 如果沒有人發言 我就 做以上的結論 請市府籌措裁員 推動七土及賣金兩轉運站 以服地方發展需求 這樣好不好 好 通過 好 我們先進入第四案 我們請交旅處處長 旅處長 請來報告 議長好 各位議長大家好 那針對這個 金融客運承接中央案 在七土火車站開設 這個R線的公車 它包括現在有 R81 R82 R85 R86 R88 R66 這六條路線 沒有設置後車停這個部分 那這個 我們交友處在這邊做 做報告 那第一個 就是七土火車站 對面的這個 後車的這個站位 它是在我們光明路 台鐵捷運化R線的接駁公車的 那個站位上 那因為那個地方的人行道只有1.3公尺 所以如果設置人行道上面設那個後車停的話 會影響這個行人的通行 那另外我們有調閱這個土地的資料 那現有的站位旁邊 它其實是私人所有 所以設置後車停的時候 相關的立頓立柱都會侵害到私人的那個產權 那第二點就是為了改善這個民眾的這個後車的環境 事實上我們在103年度 那104年度 事實上也多次的有去現場會看 那另外在站牌前面的那個商家 我們也跟他去做一個協商 那他同意在他門口的屋簷下面去做後車 比如說下雨的時候可以在屋簷下面後車 那第三點為了提供這個市民良好的後車環境 事實上我們在今年的3月9號 我們有另外想到這旁邊他是寶山的總隊 我們有邀請寶山的總隊還有七度區公所 還有基隆客院長相關單位辦理會堪 那會堪他的結論就是因為要我們想借用他門口的空地 那寶山總隊第一大隊他前面的空地 那因為他涉及到他車輛的進出安全還有公車回庭號 所以這個方案他不太同意在 那第二個就是如果我們使用8D號旁邊的後車停 還有檢疫的調度站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協調以後那停車場的業者和基隆客院 他已經有初步的共識 後面我們會再邀請兩家的公司區域做協調 就是說如果他是在七度區站的對面 那個人性道太小沒辦法做的話 是不是在同側的8D號現在我們當臨時平面停車場的那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檢疫的那個類似像調度站的部分 那如果可以做的話那後車停就自然而來就可以做出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去協調 那另外這個六條的R線的這個公車是在七度 都有經過七度火車站 那基隆客院他又沒有這個調度站這邊 所以我們是希望他如果可以承租這個部分區域 去做他的那個檢疫的調度站的話 事實上就可以順勢而為 那另外我們在3月30號 事實上我們有邀請這個兩家的公司來做協調 那協調以後他們是認為還要再做相關的評估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後續會來積極的協調 如果能夠促成這件事情的話 順便就讓市民後車的環境就可以獲得改善 那另外我們在5月6號的時候 事實上又另外有參與辦理會堪 這個跟他協調這個後車頂的這個事情 那這個這個案子應該是張委員 還有楊秀議員有組織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那業者的話 基隆客運他是會請他來 來這個評估來做這個增設這個檢疫的後車頂 這個部分的話我們目前來想辦法去說服基隆客運 看可會完成那但是這個因為這個人行道的問題 會比較比較麻煩 那經費的部分的話那像這個後車停的話 我們是應該是可以跟公務總區的公院計畫去申請 那但是這個部分的行政程序的部分 還有那個基隆客運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還在協調上 好謝謝我們李處長 我們現在請張整輝發言 我們兩點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大家好 那有關本案我想我們本會的同仁都蠻關心的 尤其這也是算一個台鐵公車接駁的R81 R82 R85 R86 還有我們R88 R66等等 這幾條啊我不曉得市長還有我們市府官員啊 從101年開始實施以後啊 那一些居庸市民啊好像無政府在關心市的 一個一等站啊就讓它風吹雨淋日曬啊 市長啊我們看到我們自己的市民在那邊等車 那風比較大雨比較大的時候 沒有任何遮蔽物 這個有時候傳出去啊會讓人家笑死人 那剛才從你的報告啊 你還漸行基隆市客運啊 這一些我們是委託他們來 公車我們是委託他們來跑這幾個路線耶 若是說依我們政府來做的話 讓不是趕快讓市民有感啊 對不對 那再找他們公司啊 那個做一個才多少啊 市長說不定假啦 這個我們還要找客運的 還要找客運公司來談 欸 這個報紙那個記者寫出去 能聽嗎 我們是一等站耶 下車的既然沒有讓我們市民有一個舒適的 坐在那邊等車 每天坐在那邊站在那邊 我有一次把它造起來在我FB裡面啊 多少市民在還運啊 我們是一等公民嗎 一等一堆 我們那個雙議員講的 一等站啊二等公民 是這樣子嗎 所以說我是建議市長這個要好好督促啊 趕快做 不過也要求西郎啊 包括我們匣區裡面的 包括軟軟機業議會的人都在關心此案啊 這個算是前世矚目啊 二五米啊 多有耶 有沒有去看啊 多少要不要吐口水啊 所以說我希望交理處啊 趕快啊 不要再找到什麼民間客運的 要請他來做 我們市府不會自己做嗎 你講的那個地鐵現在位置可以啊 很好做啊 現在那個要做轉印站了 你看事情來了啊 以後都是你有轉印站 通通在裡面 做個規模像樣一點不是很好嗎 所以說我是希望啊 交理處啊 你要用心一點啊 好我們現在請聯恩典聯議員 然後鄭林清涼議員請做準備 好謝謝議長 我想喔 R8E這R線啊 它這個功能 它是在幫台鐵在疏散 也是要幫助台鐵 讓我們居民能夠方便 能夠較快的到家裡 結果呢 這個R線在這個三四年當中 我們下了火車之後 居然還要過馬路 然後才又在那邊 這受風受雨 然後才能夠等到車 然後回到家 我想這個 特別是我們軟軟R86的部分 的民眾反應非常激烈 他認為真的就像 我們剛剛我們同仁剛剛講的 一等的車站真的是二等的公民 怎麼會有這種的待遇呢 我在這裡建議我們交旅處 你現在不但要找這個停車位的地方 我希望要直接去跟台鐵談 你今天我們是幫你台鐵 在處理這個事情 是不是你們台鐵的周邊 找一個好一點的地方 讓我們這個R線的車子 經過的時候 直接我們下了火車 直接就可以上車了 這樣才是一個最好最方便 能夠讓我們市民有感的作為 這個你建議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也謝謝聯恩典聯議員 我們現在請鄭林議員 楊秀議員請準備 謝謝議長 我想基隆客運這個R線的 這個六條路線 造成我們各地的市民 對於到七爐火車站 相當相當的方便 那麼不但是到七爐火車站 然後再轉各項的火車 到台北或各地方去 我想也有造成當地各地 沿線的市民 有時候甚至還到七爐買菜 我想七爐菜市場裡面 有很多市民就都說 七爐菜市場的菜非常的便宜 那麼又多 樣式又多 所以經常都在那邊買 那麼下車之後要上車 經常拿個菜籃子 就在那邊等車 那麼我也曾經坐過R81的車子 到那裡之後 下車之後我就問他們 你們等一下上車怎麼上車 還是在這個站上車 我說這一站什麼都沒有 你們怎麼上車 他們就說 對啊 什麼都沒有 一個後車停都沒有 然後有時候車子 這個車子到那邊下車之後 那麼車子還在那邊等 所以說我想 這個地方 尤其在這個總站 七爐火車站這個地方 沒有設一個後車停 真的實在是說不過去 對 實在說不過去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我們交體處這邊 一個後車停 其實市民聽起來很簡單 一個後車停而已 只要你給人家事件 都沒有做 事實上當然也有很多困難之處 我想這個瓶頸 我們也希望交體處 能夠加把勁 其實基隆客運 從整個基隆市裡面 你看看他到底有做過一個後車停給我們基隆市政府嗎 沒有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都是我們基隆市 我們公車處這邊的配合 協助他們做一些後車停給他們 所以在這邊呢 我是在想 雖然這個用意非常好 也造福很多市民的交通的方便 但是我們希望區區的一個後車停 你看人家那個杜拜的後車停 還有冷氣耶 熱的時候還有冷氣耶 所以我們這個後車停 最起碼要做一個後車停 讓這些市民 最起碼站在那邊有點尊嚴 說實在很熱的時候拿個菜籃子 或者是剛剛下車的時候 到那邊再等車要回來的時候 等著整排的那個市民站在那邊等車 真的是又熱 然後下風下雨的時候 你看看他們拿個雨傘 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希望交體處這邊應該加把勁 這個後車停的部分說實在應該趕快設置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鄭林青良議員 寶貴一切 我們現在請楊秀玉 我們蘇仁河議員請準備 謝謝主席 針對我們這個七堵區這個火車站 這個R線公車這個後車這個環境的改善案 其實這個現況的空間我們也會看過 其實這個的確它是深度是真的不夠 也是又有牽涉到這個私人的土地 要改善的確是有一點困難 本期是有一個建議 是不是比照我們七堵遊舉後車空間這個改善的模式 盡速來規劃 必要的時候也可以考慮把這個後車地點 做一個移動 看看附近有沒有大一點的公有地 設置新的站牌跟後車停 讓我們等車的這個民眾有個良好的後車環境 謝謝 好我們謝謝楊秀議員寶貴意見 我們現在請蘇仁河蘇議員發言 謝謝 議長謝謝 我想 契隆柯應在七五火車站對面這個 站牌 剛剛 交易處理處理處長也說 在103年的時候 是多次協調 把他牽到人家的鼓音下 來後車 那是103年的時候 那時候你不是 你當時候還沒有來 那時候是我協調 本來是在 我是在正對面 也就是在寶山的正門口那邊 後來協調之後再往南一點點 然後才會往上那邊去 那時候是大概是只有一班 那後來現在變成 也有R8182 858688還有66 越來越多條路線 在那邊 上車下車都在那邊 那事實上 我想理處長 你必須要跟你們裡面的 主管的這些 這些客室 你要跟他們講 這個是很簡單 所以後車停也好 那不然的話 那麼 也可以在整個人行道的上面 那你就加蓋 整排的 類似這一本這樣過去 不就得了嗎 那當然你們要處在哪裡 哪一個地方 我想 這是 利益是很好 那但是最起碼 我們是認為說 是不是 我們市政府出面 那麼 市長等一下你也可以說說看 第一點 我們同仁講 我們是幫台鐵 他們在掙集 這些旅客 因為 我們同仁講 這是第一 一個大戰 另外 我們也幫 基隆客運 老實講 我們幫他們 創造商機 不然的話 他沒有錢賺 我想 你再怎麼要求他 跑這條路 他也不想 後來現在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同仁的都知道 別的 雖然是七獨 七的這個 一個客運的 後車停的事情 但是我想 我們都知道 能搭乘這條路線的人 各區 來 到七獨 搭車也好 像我們剛剛 鄭林議員講的 來七獨 購買菜市場 市場的上市場 也非常的多 那我想我們就必須 所以 要請客運 跟台鐵 那麼 出面 我們市政府來協調 那麼後車停 一定是要叫他們 叫他們 來做 所以在這方面 是不是我們請市長 或是說 相關你們幾處 等一下 是不是市長 可以出來 說一下說 是他要請 我們市場出面 叫他們來出 來出 找地方 就這樣來出 我反而是 對於並不是搭車 也不是只有我們七獨七的市民 幾乎大部分都是 七獨七以外 六七的這些市民 都是這樣 我想我們必須要這樣做 好 我們 院同仁還有人 我們陳明健 陳議員 你好 我們R線這個 公車這個 後車停的部分 我想 除了我們七獨七這個問題之外 但是 有關R線六條路線的 沿路 這些乘車 乘車 上下 客車 上下 車的這個地方 是不是也有 同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 也建議我們交禮處 不只 對我們七獨七 貨車停的一個設置 要注意到 對於六條路線的 這些乘客 上下的地方 是不是有同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把它一併的 能夠同時也要處理 像我們很多的這個 R線公車的一個 上下車的地方 有時候跟我們 市公車的一個 上下車的地方 有時候是同一個地點 同時兩部車 一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會造成 非常非常的一個 擁擠 我講 比例一下 就像我們西風街 就有好多 好多站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本席建議就是說 希望這六條線 線這部分 有需要新建 後車停的一個地方 能夠一併的能夠處理 以上建議 謝謝 好 我們議員同仁還沒有人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再請交理處 補充說明一下 議長好 各位議長好 那這個部分 事實上 對面的那個空地 其實我們現在比較好的 省路選是 對面的空地的部分 但是那個又牽涉到 財產所 八號地 是財產所的地 所以這個會 還要跟他們去協調 那停車場 因為是我們在委外 所以我們可以去說服他 他現在是有帶 但是那個地 如果是要變成 不管是檢疫的還是怎樣 車子要進去就會有問題 那另外 他的整個路線 其實不瞞各位議長講 他這幾條路線 他在去年六月 就跟我們講說 有四條要停死 但是我們跟他講說 這個是牽涉到我們大眾運輸 所以我們不同意他停死 所以這部分 他也是在商延商 所以那剛剛 一座也有講說 其實我們要創造他的商業 商業條件給他 所以原則上 我們就盡量協助他 那像正林議員所提示的 事實上他現在沒有 都沒有坐後車停 都是公車處在幫他做 但是 像這個這幾條路線的話 R字頭的路線 我們會基於說服務市民的方 方向去想 所以 經費的部分 我們願意替他去申請 公運的補助 來執行 那另外的話就是 剛才楊秀怡議員有提示的 這個點去更換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來再研究 但是前面這個點的話 之前是數量益作油 他已經會看了很多次 才移到這個點 那是不是有比較好的點 我們會願意去努力 但是現在的路線 他一般是從 像我舉例像R81 從國家新城發 R82是從建德國中 R85是從大五這些發 他有一個特性 就是一般走八堵橋 八堵車站 八堵加油站 以後 他是走七堵的行政大樓 然後開原停車場 然後到七堵車站以後 走陽明海域 他是這樣繞 所以他原則上是在右側 那一般的話 就像那個鄭林議員所提示的 很多他其實是買菜 就剛好價錢就這樣過 所以在他的右邊的廣場的部分 就比較 他就比較不順 所以他是從右邊這樣繞 所以這個部分 他有一個限制 那右邊的話很能夠民宅 那這個部分 我們再來協調 那如果協調可以的話 那公運那個計畫 應該是比較好 這個我們會來積極辦 好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 我們會來積極的 我們會來積極辦 那幾個字 我們會來積極辦 有 我們會來積極辦 我們會來積極辦 我們會去打開 也可以 誘 我們會來積極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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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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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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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